还有同学有这种错 他呢 他是这样的 他在这里呢 写了一个 Function 他写了一个 我来写一个吧 比如说Function Demo 他写了一个类是吧 然后在里面定义了一个方法 就是排序那个方法 比如说 我就不写排序了 我随便写一个 public比如说void 不要返回值 来一个show 随便写点东西 好吧 然后要求人家传一个参数给我 好吗 这是不是你要求的 看你想做什么事 我就想打印一下 人家传给我的这个东西吧 可以吗 那这就是个void 因为我不需要返回东西吧 我不返回东西 好 然后有同学就开始去写测试 再写一个测试了 是吧 我写一个test 随便写一个test 然后我就写一个may 然后我是不是想去调一下这个里面封装的这个方法 有同学就去调去了 他怎么调的呢 这个调的 对 你要调这个什么什么地方的这个方法 你要把这个类是不是先变成一个对象才行 你要把它先创建一个对象出来 好吧 你要把它先创建一个对象出来 那你有同学想 我靠 那我创建一个对象 我创建哪个对象 他就搞不清 你要创哪个类 是不是拥哪个类 创建对象就是这样的 你要哪 你要创建哪个类的对象 你就拥哪个类的类名吧 你现在是不是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然后调这个上面的方法呀 那你就拥这个类名不就完了吗 是吧 那就拥这个类名 拥是吧 function demo 二 好 然后有同学又拥完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拥完之后他又去调去了 他就这样又去调去了 这拥出来干嘛呢 我们是拥出来为了在他的对象上调方法是吧 这个拥出来是不是就是一个类的 一个对象了 但是你要在对象上调方法 你咋写呢 任何的一个东西 任何的一个事物 是不是你要想继续用下去 要拿一个变量的指向它 这是不是个老套路啊 这个套路来了一万遍了 我感觉 你搞任何一个事物 你接下来想用这个事物 你是不是得有个代号才行啊 那你是不是搞一个变量 有同学又忘记了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忘 你一旦曲线怎么那么快啊 又忘记这个变量该怎么搞的 他就来一个int tt等约 这是为什么有错呢 一届的一届都是数据 这个玩意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数据啊 它是哪一种类型啊 是这种类型是吧 是这种类型 那你的搞一个变量来代替它的时候 这个变量就必须是哪一种类型啊 是这种类型吧 可以吧 好就弄出来了 然后呢 再在这个x x3是不是就有那个方法了 有个方法叫做 秀 是不是要传一个东西给他 传一个东西给他 比如说 哈哈哈哈 那这个哈哈哈哈是不是就传到了这个方法的这个参数里面去了 这个参数P1是不是就代表那个哈哈哈哈 然后你再打印一下是不是就OK的 对吧 看懂了吗 好 走一把 OK吗 好 OK 这个是关于怎么掉 怎么掉 那 对 好 здоров